來看到是三倍券 現在也成為小偷行竊的目標 就是四十三歲的張姓男子 先前是在新北市板橋爬牆 像是蜘蛛人一般入侵了住宅 偷走了三倍券 還有各式值錢的物品 損失金額大約是七萬多塊 那警方就根據監視器的畫面 鎖定了嫌犯 同時也搜出了嫌犯 藏在枕頭下的三倍券 那他一開始還不承認 直到找到了被害人家中的窗戶鎖頭 罪證確鑿 才讓他百口莫辯 香窗板橋住家偷錢 又不知道怎麼爬比較好 嫌犯左看看右看看 一手扶鐵窗 一邊腳踩著周宇棚 三兩下就爬到二樓 嫌犯破壞 陽台鎖頭一偷就是七萬多元 連最夯的三倍券都不放過 警方一查到 嫌犯住家搜出贓款 出現金金項列戒指 嫌犯還把三倍券藏在枕頭底下 一開始他裝鎮定 不想承認分下住宅切案 但原警從嫌犯的機車 發現被他破壞了鎖頭 拿被害人的鑰匙一轉轉吻合 嫌犯當場牙口無言 臉都綠了 嫌犯就在社區對面租屋 熟門熟路走防火象 看準上班時間沒有人在家 偷完東西還順手把鎖頭帶走 不讓這個舉動成為他犯鐵症 當時他還否認說三倍券是別人的 他說他是自己去銀行或郵局去領的 但是後來越說越慌張 最後被我們戳破謊言 他才承認說這三倍券是撿來的 最後我們也收出被害人加重的贓物以後 將他一加重竊到罪 移送地檢主來偵辦 中心嫌犯有毒品前科去年八月剛出獄 這一年沒有工作 他上演爬窗蜘蛛人樣樣偷 空有一身好伸手 卻還都歪腦筋用錯地方 狼狽落網 記者 蔡婉玲 新北市報導